《喜歌剧爱之甘醇》里 饰演江湖骗子 杜卡尔玛拉的男低音 纳塔莱德·卡罗利斯 今天第一次会见了他的老朋友 一只硕大无比的热气球 在剧中 正是由于杜卡尔玛拉 乘坐的这只热气球 途中遇见了暴风雨 被迫降落在意大利的一个乡村 戏剧性的故事才由此开始了 但是卡罗利斯第一次看见这只热气球 却并不怎么欢迎 原来导演弗兰哥 希望他乘坐这只热气球 上升到13米的高度 并在这样的高度待40分钟 直到出场 卡罗利斯面对这只热气球 非常担心 即使没有恐高症 在13米的高度上 待上40分钟 也可能会影响到演唱时声音的质量 导演斗兰哥 花费了20多分钟对付他 耐心地给他做解释 排除不安全隐患 终于 卡罗利斯决定试一试 然后他直接往腰上一扣 成功了 几番实验下来 卡罗利斯终于放下心来 开始喜欢上这个大胆 并且具有挑战的本台创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试一试试一试书 感谢观看